现在大家真的是骂翻了 我们都在问小吃店的功用还真多 因为没有想到还能够华丽变身成为生衣公司吗 最后竟然拿下了16.5亿元的政府采购案 国民党立员党团在昨天踢爆了 卫福部核准进口的快筛世纪的22家厂商 这当中呢有一间公司叫做高登环球生衣有限公司 它的资本额只有200万 前身竟然是一间小吃店 一年半的时间就拿到了政府16.5亿元的快筛世纪订单 这其中呢到底有没有猫腻呢 因此现在呼吁指挥官陈时中应该要对外说清楚 检调单位也必须要立刻启动调查 高端副董进口拓役快筛才遭诟病 蓝军又提报指挥中心紧急向22家厂商采购快筛世纪时 其中一间厂商竟然是小吃店大变身 这小吃店原本在长庚医院没时间卖汤面 没想到在疫情期间 摇身衣变成了高登环球生衣 不到一年获准进口快筛世纪之外 短短一年半就能一口气接下政府 1700万计的快筛订单 金额高达16.5亿 过去三年 从来都没有履行过任何政府的一个标案 是不是有很多的黑箱 有多少不可告人的事情 立委更发现公司资本额仅仅200万元 却能取得16.5亿的订单 公司负责人109年还曾经因为 付不出62万元的债务 遭到法院裁定强制执行 来军指引这背后有猫腻 他的资本额才不过200万而已 哇那这不是灰姑娘坐了南瓜马车 之后摇身衣变变公主吗 这个快筛计在台湾有分公司 要绕过一个很奇特的怪单位 有可能他就是一个白手套 这个人是不是根本是个人头 代替别人去得到政府的标案 来掩人耳目 真正的人是跟民进党有非常深厚关系的 小吃店摇身衣变变生衣公司 还能狂接16亿订单 蓝军要诚实中说明白 医材贩败商的资格 EUA还有现货制 他5月34号以前交的出来的货 从高端卖疫苗到小吃店 转身卖16亿的快筛计 蔡政府执政之下 总有让人想不到的经济企迹 记者最好报道 好当然整起事件 现在被外界不断的开酸了 国民党台北市员徐巧新 昨天还披露 目前中央争视的 罗氏快筛计计的代理商 虽然是台湾罗氏 但是盒子上写的经销商 却是纽尔国际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人正是民进党前立委 蔡黄郎的哥哥 他曾经在罗氏药厂任职超过20年 并且担任了牙医师全联会的会晤顾问 不经开酸表示说 是不是又是跟服又打保级生一样 要有关系才能够没关系呢 政府提供给民众的 其中一种快筛计品牌 就是罗氏 那罗氏是相当大的国际药厂 他的代理商是台湾罗氏 不过他的经销商非常特别 叫做牛尔国际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公司的代理人叫做蔡朝震 他就是前民进党的立委 现在台湾车辆董事长的哥哥 那他也曾经在罗氏药厂工作过蛮久的一段时间 在2021年呢就被踢爆说 卫福部跟科技部主导的一项计划 有读后罗氏药厂之前 当时就被点名呢 是跟这个蔡朝震有关系 2005年的时候呢 台湾为雷药防范勤流感 刚好遇到全球客流感的大缺货 也有蓝营立委之职 在台湾唯一生产客流感药物的罗氏药厂 刻意刁难台湾厂 也是点名这个蔡黄狼的哥哥蔡朝震是药虫 那当然他当时就否认了 在后来牙医工会的酬佣案 特征组的起诉书里面有写到 牙医师工会为了要推动口腔健康法立法 将口腔疾病纳入健保 所以就用会员缴交的2440万元 从2002到2004年期间 50万到350万不等的方式呢 去提供这些包括蔡黄狼兄弟等等 那后来呢就被特征组认为 这个已经构成了职务上面的行为收贿罪 最后因为没有办法查明对价关系而无罪 但是呢蔡黄狼也强调就是说 他们收的是政治现金 那蔡黄狼选举的时候 牙医界的大佬跟当时的这个陈时中 也一起到南投去逆挺这个蔡黄狼选举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好像 生计业里面从高端服幼达到保机身 这一次的疫情期间所有重要的采购物资 是不是都要是绿油油跟民进党有很深的关系 那才能够取得不管说照从代理到是经销 那背后的水是不是非常深呢 我觉得还必须要再进一步的去调查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都会觉得 好像必须得有关系才会没关系 有网友在PTT发文说自己的快筛是一条线阴醒 但是没有想到去睡了个五觉 一个多小时之后一觉醒来 快筛事迹竟然从一条线变成两条线 当时整个人都被吓醒了 好想要知道这究竟是真的阳性 还是事迹放太久影响结果呢 接下来我们带您看看 这个医师给了答案 快筛阴醒好险没事去睡个五觉好了 没想到这一觉醒来风云变色 快筛原本的一条线竟然变成了两条线 网友在PTT发文说自己快筛完 等十五分钟是一条线阴醒 把事迹装进夹链袋去睡觉 没想到睡个五觉起来 看到变成两条线整个都醒了 想知道这样真的是阳性吗 还需不需要再筛一次 这迟到的第二条线 专家说还真的不能轻忽 病毒量少的时候 有可能需要几分钟才会出现两条线阳性 在病毒量大的时候呢 甚至只要几秒钟 事实就会可以产生两条线阳性 病毒量多寡 真的会影响结果快慢 不过一般筛减出炉 大约在十五到三十分钟 等待时间过太久 的确也会出现误差伪阳性 而网路盛传 事迹低到酸性液体 也会变成两条线 是否空气中有酸性成分 也可能改变快筛结果呢 碰触到一些其他 不管是一些酸性物质 或者是有一些液体的时候 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检验盘上 相关试剂的这个敏感度 还有它的准确性 其他比较常见 双手没有洗净而造成的污染 另外医师也建议快筛前 最好先做鼻腔清洁 因为灰尘鼻涕太多 也会影响结果准确度 快筛一线变两线 可能因素超级多 若无法确认 还是做好准备 好好复检一次 以免依旧醒来 戳鼻又得重来 记者谢宏如 黄玉兰台北参访报道 在疫情期间呢 其实大家共同的敌人 就是病毒社会 必须要多些爱跟同理心 有一名家长在网路控诉 他的大女儿日前确诊了 全家隔离三天 再加上自主防疫 七天完成之后 小儿子快筛阴性就去上学 没有想到补习班老师 竟然是当着全班的面 斥责儿子干嘛来上课 想要让我们全部都确诊吗 他强调小儿子只是被匡列隔离 快筛也是阴性啊 他们全家因为担心传染给别人 都已经完成了三加七 因此很不认同 该名老师对于孩子大吼 他也怒批说 现在疫情严重 没有人愿意确诊 确诊家庭也不是怪物 并不是异类 当然po文一出 网友纷纷留言 最可怕的其实是人性啊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 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 这个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 我们下一个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